全新推出中国纸玩具航空母舰 手艘由积极要机身世界舞台当老大的中国政府自行研发的国产航空母舰 在本周官方媒体一片额瘦称轻的气氛下出场亮相 众多官员看着一瓶香槟酒摔碎在这艘不会动的航母舰手 真是欢乐 这艘独一无二抄袭自俄罗斯的航空母舰 是伟大中国跨向世界 哦不 宇宙的重要里程碑 这块没有名字的巨大废铁 目前只是简配 在实际起航前还需要通过各种测试与添加设备系统 如同二手的辽宁号航空母舰 中国的新航母配备如同滑雪跳台般飞机起飞斜坡 因为这些限制 战机的搭载数量与飞行航程都比不上美国航母 不过这艘航空母舰其实哪里都不用去 众所皆知 只不过是用来当做稻草人来保护他们在南中国海上的人造塑胶小岛罢了 了不起啊中国人